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小李子 今天分享一个鸡蛋好吃的做法 首先碗中打了4个鸡蛋搅散 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白糖 搅散 搅散后用滤网过滤一遍 倒入大碗中 裹上保鲜膜 用牙签搓几个小孔 然后开水上锅蒸 大火蒸20分钟 时间到关火取出来 划成小块 倒上生抽和香油 一道美味的鸡蛋羹就做好了 吃起来滑嫩鲜香 做法简单 喜欢赶紧试试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